Zither Harp 但我都给你睡了两三个月了 我不喜欢男的 好 他来了 先准备好那个劲儿 就说来了解一下 陈律 他说陈律长挺好看的 那你是玩什么的 我是玩什么的 我一般玩对不对方主播 啊什么 我一般玩对方主播 玩对方主播 对啊就是喜欢叫别人老婆 老婆 你玩得了吗 你很冒昧 哦 哦 老婆 觉得这样不好玩是吗 你很冒昧 那喊宝贝呢 特别的 没有 分寸 没有边界感 我没有边界感 那对不起 那就 那喊什么喊老婆大人 女王陛下 小狗狗 小泰迪 你很冒昧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在这叫我女王大人 谁是你的女王大人 哦我这是我直播风格 我一般就是连人就 就聊这些 我比较低俗 太烦了 你真的很冒昧我觉得 哦哦对不起 你别跟这老婆老婆什么女王大人的 但我都给你睡了 两三个月了 文 谁给你睡了两三个月 我们俩现在是第一次见面 哦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 之前 喊我 王母娘娘 你喜欢喊王母娘娘 对 这才是 智刀的 智刀的 荣耀 王母娘娘你好 可以 我叫玉皇大帝 你先做我叫玉皇大帝 我叫玉皇大帝 跟王母娘娘是一对 你别放肆 先做自我介绍 我我真的是 你是什么 你叫王母娘娘 你叫王母娘娘我就要玉皇大帝 怎么都是一对 谁跟你是一对啊 如果你叫 剪上公主 我就是牛魔王 天生一对 你太 你太冒昧了 我跟你才第一天见面 你这么一直对我从 从追猛打 你是不是暗恋我 你直说 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暗恋 可能是明恋吧 可是我们 我们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你就是这么大胆的告白 那我现在断掉丛联 我们就第二次见了 啊 好吧 啊 那么我 我现在与你的第二次见面啊 那先走了 好他怎么这么会啊 哎呀能不能忍住 你看吗 没人 老 吼 好 我冷静了一下 我感觉你是一个海王 这么会说 啊 我们 第一次见面是这么会说 这么这么会撩人 你现实当中就是 经常这样欺骗别人 我现在说吗 没有 我现在说很纯情的 那我怎么知道 你就跟我相处 就一段时间试试呗 我们先试一个月 哇 哇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一个月可以退货的 嗯 这一个月我 这一个月我都听你的 我可以明天就把自己送上门 你这方便几点签试啊明天 嗯 不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现在粉丝都在告诉我 你是一个海王 我不能跟你那个 但你的粉丝也没跟我谈过呀 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跟我谈一谈你就知道了 我关注你很久了 那是你的资讯你关注 反正我不喜欢你 我发现你之前 有好感的男生 他们的特征我都有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呢 我可以改 你喜欢家政 家政男吗 你喜欢 我可以这家天秤搓地 喜欢 还有什么 呃 我还是带点那种提议的属性的 看看 不喜欢 不喜欢 那个男人意 不喜欢 那个那个 45 看看臭 那我可以给你打打PK吗 好好 连多连了 我必须揍你一顿 那我玩什么呀 主播 说了喊我老公 过程吧 过程中谁票少的话 就听对方的 让对方听信 然后说了之后再讲个结尾程 等一下我考虑一下 我先给你担一下 我等会第三次见面 好 哎呀 怎么办 家门快帮帮我 快招架不住了 要不咱从了吧家人 就招架不住了 怎么反料他呀 他不 他最擅长 第3次见面了 哈喽哈喽哈喽 你连我干嘛呢 我刚才 在有事 一会儿我见到别想你了 一会儿不见到别想我 你刚刚不是 好吵啊 对不起 我把他关掉 滚 吵到 吵到我老婆了 好吵到我胸走了 你听他也是这样子 就是第一次跟别人见面 就会喊别人老婆吗 哦不会啊 我一般都喊别人其他的 其他的 我只有喊你老婆 真的会这样吗 对啊 跟别人连别人叫啥 名字我就喊别人啥 多喊几声吧 喊十声可以吗 反正都喊都喊 老婆 因为这个喊得有点轻浮 好 老婆 这个喊得有一点粗犷 我有点害怕 那 那你到底能不能回应吗 我轻浮的喊就轻浮的回应 我就会回应了 你连这些代理都不能给 我就说喜欢 我想叫我老婆 说两个月都梦到我 你能不能歪 能不能歪 原来都是假的 刚刚我摆得快要相信你了 我在这个互联网上 我从来都不愿意相信任何人 但是刚刚我觉得 我以为你是真的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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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母娘娘王母娘娘 我现在不要你喊这个 我就只要喊老婆 只要你喊得真心了 我就会给你回应了 老婆 嗯这个已经差不多有点意思了 还有呢 再来再生情 老婆老婆老婆 这样呢 这样有一点太焦了 老婆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臂膀这样子 举着然后还还生情的还一声老婆 你这样很奇怪啊 哪个人这样喊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 你连这点要求都不愿意 你是不是有老公了 你是不是有老公了 不喊我老公 你连自己的要求都不愿意答应我 你说明天就自己送后上门啊 还说要给我礼物呢 把自己送给我 连这个要求都不愿意答应我啊 我把自己送上门有条件的 我这是嫌疑请故众一下 等你答应了我之后 还是有开条件的 好那就是最后一下了 这真的是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哈 这是最后一下了 好 嗯 老婆 我有老公了对不起啊 别吵我 你想做小三吗 我也有老婆了 我瞎喊着 所以你想做小三 没有啊我瞎喊着呀 喊着玩的 我有老婆了 你一直让我喊你老婆 你这跟你有病吧 你看你谁有病 一直让我喊你老婆 然后跟我说你有老公了 是谁第一次脸我就在那里说 梦到我两个月什么什么之类的 现在你有 你有开心量了 你这看这么这么奇怪啊 一直让我喊你老公 果然就互联网上 什么都是假的 我喊完了 你跟我说你有老公了 我刚才只是想试验你一下而已 我说一下我有老公 我以为你会说 哎呀你好吵呀 哎呀你好吵呀 我也愿意喜欢你 但是没想到你现在就退缩了 男人都是假的 这互联网更是假的 假的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哎呀你好吵呀 你好吵呀 对我吵最吵了 原来我一下子试验你 你的真心也是假的 你是不是有 你好奇怪啊你这个人 那我喊你老婆喊完之后 你跟我说你有老公了 但是我以为就算我有老公 你也会说就是你有老公 我也会默默的喜欢你 这样子才是够真心啊 这样很 我只是想试验你一下 你根本就没有通过我的考验 算了我在这回 往上还是不要相信任何人了 再不打比赛吧 你是不爱你老公啊 你是不爱你老公啊 我根本就是骗你的 我根本就没有老公 我老婆是真的 我真有老婆 我可没骗人 那你还出来干嘛呢 你这里说梦到我两个月 臭她的 出来赚钱 出来赚钱 出来赚钱养你老婆是吗 对啊 你老婆还难养吗 老婆不难养啊 她就是有点古灵精怪 还有呢 你老婆还有什么 多说点 老婆长得很好看 然后她很古灵精怪 然后有时候我都琢磨不透她 她就时而开心 时而难过 然后 反正老婆挺好的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 就是随便随便问一下而已呀 别让你抢我老婆哈 我不喜欢男的 那你能玩吗 那行不行啊 又不行 你跟我聊这么多 我见第三次了 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我弯之前 我先问你个问题 所以可以弯呗 没有 我还没说我能不能弯呢 那你说你弯之前 我如果 如果我能弯之前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不行 你先回答我问题 我在那间回答我问题 能不能弯 我不能弯 我走了哈 浪费时间 等一下我等我第四次连麦 先等一下 哈哈哈哈 天哪 你话直接让我破功了 啊 憋不住了 这一句话出来 真的快憋不住了 这样 咋办呀 我是不是又输了 第三次了 我又输了 整理一下 Round 4 好 你好 你好 早了 刚不是见过吗 对啊 回答吧 我说等一会 会不会再联绿一等 嗯 我刚刚那个事情 已经考虑好了 可以 但是等一会 你刚刚跟我断开的时候 想我吗 我刚刚在考虑 我们俩之间的问题 考虑未来了 就考虑刚刚 如果说让我们再重来一次的话 我就不会在那里犹豫说是 我 看看我能不能弯 我会直接告诉你 嗨 我就是gay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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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也在想 你想什么啊 我刚刚在想 想我们的未来 我知道你肯定能玩 我知道你肯定能玩 我一看你就像 我刚刚跟你断开的时候 我在想构思以后和你的未来 想到以后我们两个怎么幸福的下去 嗯 出来听听 我明天12点左右把自己先送上门 记得签收一下哈 然后有啥单便在弹哈 啥细节方便当面谈哈 嗯 如果你这一个月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退货的 如果这一个月不退的话 那就只能一直留着 就退不了了 甩不掉了 像狗皮高压一样一直黏着你 你就考虑好哈 这一个月 好 那我考虑考虑吧 看你这一个月的表现吧 嗯 明天见面再说吧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